南投竹山子南宫外投人潮满满满 长长人龙都是要抢在新年第一天领到虎年前目 今年最特别的就是前三千名信徒 还可以领到一颗金鸡蛋 今天妙方为了防疫规定要戴好口罩才能排队 还把排队的时间缩短成一天 有民众两天前就特地从台南来到南投 一边露营一边等待 抢第一时间先卡位 去年因为疫情停办今年回复发放 也让人数大暴增 水帘瀑布上有不少民众全身包紧紧 冒着寒风已经排了一夜 有的自备凳子排累了就先坐着等 也有很多人是冲着今年才有的金鸡蛋而来 金鸡蛋里面大部分都有丰富的奖项 但是我们随便你拿的金鸡蛋还有一个赢的财母 所以拿到两个奖项 没有拿到金鸡蛋的没关系 我们都有赢的财母会给大家 所以我们往大概都六万七万的 我们今年大概一季会接近十万人而已 指南公表示没有领到别紧张 到了除夕还会再来一波 今年预计首波就会迎来十万人潮 妙方也已经准备好足够的钱 希望信徒能够望整年 西域变的新闻成交规理蔡英南投场报道 请支持一个专门报导国际新闻的全新YouTube频道 TVBS Plus 扩大视野掌握趋势 请订阅并开启小铃铛